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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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們現在進行 111年的犯罪血概要 公平時事考點 考前的一個 有算考猜 也算是 介紹新的法律規定 然後他著重的是在於 跟我們的犯罪學理論 學派有關係 也就是我 談了很久的 所謂安全防護吧 遠 是我們蔡總統 在 2014年那個時候 發生的 台北 捷運的政捷 殺人 在2014年 蔡總統應該是 2016年才上任 但是接著他發生了 一些小燈炮的事件 這裡面圍繞的都是 還有後來的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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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了一件 台鐵的 嘉義火車站的 鐵路警察被 一位 一位失覺失調症的殺死 後來一審判無罪 整個事件是這樣來的 也就是說我們要重視 我們的社會安全防護網 但是這個議題大概 在從蔡總統上來 以後 談很久 最近 要不是一個警察的犧牲呢 也沒有那麼快 或者是一審判無罪 50萬元交保 然後他 去保安處分 可以監護處分5年 但是這段時間呢 50萬元交保 導致很快速的 就修了一個行事用法的 暫行安置 來彌補這個空窗期 那後續還有一個 精神衛生法的一個部分 那 還在立法院 還沒有通過 因為行政院版本 跟立法院版本 尤其是小燈炮的媽媽 她現在當立兒 對於這塊呢 也非常 這個 切身之痛啊 所以我們大概 會跟大家談的就是關於 安全保護 和犯罪學理論的一個關係 那 一開始呢 各位同學在讀犯罪學的時候 其實最難懂的 大概就是犯罪學的一些理論 從古典派學派 然後新古典 到現在古典的理性選擇 自由意志 那這些來自的就是我們的 所謂印報型的思維 早期的印報型 絕對印報 然後再來就是 提出相對印報 那 在 意大利學派的 龍波羅說起來了以後 19世紀呢 開始了有一個 所謂人性本惡 人性本善的思維 那這兩個 同學在讀犯罪學 蓋藥的時候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接下來呢 這些關於 不管是犯罪學 古典學派所衍生出來的一些 所謂威嚇 的一個 一般威嚇 特別威嚇 實證學派所提出來 所謂防衛的一般預防 特別預防 那這個部分呢 都是 等於是 一直是樹幹的兩個 兩個分支 那犯罪學術分成這兩大學派 後來才有所謂的 深海學派 發展學派 還有整合學派這些 那實證學派 那還有 社會 犯罪社會學 心理學 生物學 那這整個大概架構呢 同學大概應該可以理解 那整理這個 這個表呢 大概給同學知道就是說 運暴型的 就是以牙挽牙以眼還眼 這個是在於 基於人性本的自由意識之下 那所發展出來的 柏拉圖 康德 這些 黑格爾 這些人都提出了所謂應報 也就是所謂 後來的威嚇 強調刑法的嚴厲迅速確定性 那因為 理性選擇的影響 這一定會考 理性選擇 最後同學呢 還是要複習一下 那實證學派 當然他講的就是 人為何會好端端的去犯罪 也就是說犯罪不是他 本來的因素 所以後來才會有提出所謂 一般預防 特別預防 才有所謂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一個 矯緻 矯緻的部分 那當然這兩 這個部分也發展出了所謂的責任 刑法裡面的責任的一個 過程要件 該當性 違法性 有責性 就是責任行為能力 那我們的刑法十九條 就明定了一些所謂 行為史的控制能力 辯護能力 如果完全沒有一項的話 是不乏了 那二項呢 就是顯著降低 是可以所謂的一個 減性習性 那當然有人站在加害人立場 有人站在被害人立場 那加害人立場 我們與二的距離 其實多少都有影響 這部影片呢 多少影響到人民的同行心 那犯罪於實證學派呢 就是從開始 被 被卡利亞 提出了這個 人道的行政策 費爾巴哈 最有名的 大概就是 李斯特的一個 刑法理論 就是所謂的 特別預防 也就是社會防衛的一種概念 那其次呢 我們大概 同學大概初學者 在學這些 實證 五點實證學派的時候 後面隱藏的 其實就是 我們所謂的運用 關鍵學 學到最後就是要去 所謂 解決犯罪的一些問題 而不是好看 花瓶一樣 所以同學在讀 關鍵學 務必呢 一定要把它 很 讀的透徹 尤其在寫正論題 老師在看 歷屆同學參加這個 不管是 三等的啦 或者是 這個 一般四等的 外軌的 關鍵學 概要呢 正論題的分數 經常是很低 主要可能都沒有寫到重點 因為關鍵學 這一個科目 綜合科學 你一定要能夠完全理解 才能寫出一些 然後利用我們的 背誦口訣 內容物呢 你的後面的 衍生的一個論點 大概就是要你理解以後 才有辦法寫出來 那當然 這也是刑事政策裡面 所謂的刑法理論 那 犯罪學其實是一種 現象學的研究 就是我們所謂的一個 要經過有刑事政策 才能實踐到 所謂刑事法學 刑法學的一個部分 就是所謂犯罪化或 除罪化 這部分呢 涉及到刑法理論跟制度 那當然有一些 一開始的所謂 古典學派的印報 那實證學派的預防 那這裡也有一些 相對印報 絕對印報 一般預防 特別預防 積極預防 這些 的一個部分 那後來 衍生成所謂的 綜合的一個刑法 還有合併跟分配說 那當然現在呢 有一些多元的一個發展 就是 依據個別的儲域 或是立法 制裁 執行 後面會介紹到 那這裡面呢 大概我們在還沒有談到刑法的一個 暫時監護這個部分的話呢 新修正的第十章之一 那之前呢 那是今年才開始實行的 去年年底過了 這個部分呢 大概整個這個圖 左邊的圖呢 大概就講到我們 關在學理論的一個發展 古典實證到發展整合 那核心概念 這個是對 考前對大家要掌握的一個概念 印報型 一般預防威嚇 然後強調個別儲域的一個特別心法 那這裡國學國考呢 曾經都考過 關於古典學派實證學派的核心理論 那當然古典學派對於刑法學的一個貢獻 包括罪行法定主義無罪推斷等等這些 罪行金刊 那實證學派其實就是在重於角質的一個部分 又稱為所謂的福利模式或者醫療模式 但是因為1970年開始呢 因為經濟不景氣 還有他的一個犯罪利益 再犯率太高 所以呢 對於這個 1980年呢 就被現在古典學派的理性選擇給取代了 那 那就是所謂的理性選擇的一個部分 那 角質 復歸 所以 反對 角質 復歸的一個 這個 聲浪越來越多 所以 才 變成了 可以 引稱兩個學派了 一個就是 我們的 強調 威嚇的一個 一般威嚇 特別威嚇 甚至於隔離主義 三任法案 另外一派呢 影響跟犯罪學結合呢 渡 真的很 你 你 好 所有人